大家好 我是KBNG海外业务发展中心 协同主持会计师丁传伦 今天要来带大家重点看一下 投资印度应该注意到的自然人文 基础设施和一些法规的限制 我们知道印度是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之一 以印度政府自己公告的经济体 经济成长率来看 光是2022年他们的经济成长率 就达到GDP的7.0% 根据IMF自己的统计资料也显示 印度在2023年已经有望超越英国 成为世界第五大的经济体 甚至在2027年的时候 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的经济体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印度其实是个充满动能 跟希望的一个经济体 我们最看重的其实就是他的人口红利 他有高达2.45亿的高级技术人才 这也体现在他的直接投资的FDI 也达到了710亿美元 这是他的光明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自然界人文的背景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 印度它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有第七大的一个国家 那他的主要首都市在新德里 那我们常常台商会去这个落脚的城市 大家也比较熟知的 会是像摩迈、清奈、班加罗尔、扎尔各达或是Camper 那人口的部分呢 大家可能印象中一直觉得这个大陆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但是根据这个联合国的一个统计呢 2023年印度有望呢 在世界的总人口数上面呢 就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人口国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多元多种族的一个国家 他这个有一百多个民族 他的宗教呢 是以印度教跟伊斯兰教为主 但是他也有其他的宗教 在语言的方面呢 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常听到的印度英文是他的官方语言 但其实不是 其实他有一个印度的官方语言叫印度语 那英文只是他们常用的商业语言 但是因为印度实在太大了 所以呢 其实他有非常多种的语言 地方的官 这个方言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台商朋友们投资到印度的时候呢 除了要适应印度口音之外呢 还要适应他多元多种族的一个人文环境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是一个非常大家值得要注意的事情是 可能我们在以前念历史的时候都知道 印度有一个种姓的制度 首先第一个在种姓制度呢 明文规律上在1950年的时候已经正式的废除 在他们自己的宪法框架下面呢 也明文的规定说不应该因为种姓而有所歧视 但是我们必须说在实际的日常的生活之中 如果您是在这个比较大的城市 去做商业上的活动的话 或许可能这一样子的互相尊重还能够有望达成 但是如果说比较稍微乡下或偏远一点的地方 种姓之间的阶级可能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尤其是这个种姓跟种姓之间 如果说是由低种姓来管理所谓的高种姓的人才 我们也听到说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一个 这个劳动之间的一个管理的问题 那除此之外宗教之间可能有一些冲突 甚至性别上面可能有些冲突 所以我们要投资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刚刚这个世界第七大国 它是由一个29个邦 14亿人口所组成的一个非常多元 也有多元文化 多元的种姓 多元的宗教 多元的语言 多元的人才 在一个这样的多元的社会之中 我们台商朋友要融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 如何去尊重人家的文化 如何用一个适应当地文化的方式来做一个管理 这样才能够很平顺的融入到当地自然的人文环境 那讲完的人文环境 我们再来讲一下 在这个大印度这边要投资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 台商朋友出去的时候都很习惯于自己买地建厂 这个是我们如果讲到各地方 都习惯上看到的一个食物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在印度 首先第一个 外商是可以直接去购买当地的土地 但是它可能有一些限制 首先在印度成立的子公司的外国投资人 可以透过当地融资的方式 由海外母公司出资来去做购买土地 但是这个土地不能用于不动产的业务 那第二个是如果它的资金来源 是来自于它的邻近国家 比方说中国 巴基斯坦 孟加拉 斯里兰卡 阿富汗 伊朗 尼泊尔及布丹 它会更着重在看你的资金来源 因为这是一个国土安全的政策 它会比较审视资金来源 那至于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购买土地来经营 所谓的这个开发工业区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的 那这个呢是需要经过一些审核 这个比较 因为毕竟是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工业发展的一个用地的取得 但是呢这个是可以另外另案在研究 然后另外土地续租的这个沿用年限呢 就是如果是从其他公司续租的土地的话 只能沿用还没有租完的这个年限 这个都是在土地使用上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在能源上面来讲 我们也知道就是印度是一个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的消耗国之一 因为我们可想而知嘛 这么大的地这么多的人 当然会有很大的能源的消耗的需求 印度过去在公共资源的供应上面 包含水 电 气就是瓦斯的部分呢 虽然均价不高 但是有一个比较让台商朋友们头痛的 其实就是它的稳定度可能不够 那也就是现任总理莫迪在上任以来呢 一直希望能够推动的三项新政策就是 一 印度制造 二 摆坐智慧城市 三 家家有电 户户有策 能够发展更多的绿能政策 让外资进入到印度的时候呢 能够有更稳定的所谓的能源的供给 那除了现有能源供给的稳定度之外呢 还有其实最夯的一个题目叫做节能减碳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说 以这么多高人口的这样子的密度的一个国家呢 能源的耗损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那再加上我们的台商朋友也被赋予了 要节能减碳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因为常常我们的客户也这样需求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节能减碳这样子的议题 虽然它是一个很新兴的议题 但是在印度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一个重视 好 那讲完了能源 再来讲它的海陆空的交通运输状况 首先第一个 那印度在国际航线上面来讲 它总共有39条国际航线 46条国内航线 但目前台湾只有中华航空有直飞印度得力的航班 那其他的大城市大部分都要透过转机的方式才能进去 那印度也拥有世界第四大的铁路交通的网络 但是您可能在新闻上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印度人在使用交通 尤其是铁道部分的这样使用的情况呢 可能是有一点超乎我们日常人在做这个台铁的时候 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除了这些空港的之外呢 还有13个主要的海港 这也是我们在台商朋友 大部分去印度都是要制造之后在外销呢 都必须要注意到就是 我们在这个海空运输的时候呢 哪些部分是最有利 最能够达到便捷的运输 我们举例而言好了 如果说您是在很内陆的城市 除了您需要考虑到您的原料从海外拉到海港之后 用什么样的方式陆路运输进入到内地的这个制造厂 您是走这个所谓的国道 您是走铁路 那国道的话要经过多少个邦跟省 那您的这个一路开下去的这样子 需要多少天的时间才可以到这个工厂呢 这都是我们在陆路运输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方向 好 那我们这边也帮大家整理了印度主要的工业园区 那我们这边是以主要的城市 包含辛德里 班加罗尔 青奈 海德拉巴 给大家做一个汇整 这些其实不限定在台商 大家可以看到日商 韩商 其他的外商企业 有不同的产业 其实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的聚落 以辛德里在北部的而言呢 我们可以看到纺织 资通讯 汽机车 这边都已经前进到了这个北边 那以南边或是这个我们看这边的图的话 就是西南为例的话呢 像清奈 班加罗尔 就是我们很多电子厂去落脚的一个部分 那再以现在台商最长去到的这个电子产业聚落而言的话呢 我们也分别整理了像是南印度 我们在Taminadu 还有卡纳塔 卡邦 然后另外还有安德拉邦 各自都有大概哪些品牌厂 EMS厂 领主舰厂 各自可能落脚的地方 然后另外除了南印度之外 另外北印度 UP 还有那个Harianna 各自都有一些品牌厂也是落脚在北印度 另外还有西印度的部分 这个西印度也有一些厂落脚在西印度 为什么要跟各位特别去讲这些产业的聚落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常常配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印度 前进印度的时候呢 我们到底要去到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邦是比较好的 那我必须说呢 各位可能要去参考一下您的整个的产业上面来讲 就是您的这个上下游主要群聚在哪里 我们会建议您先思考您的上下游产业群聚的聚落 可能是您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 寻找到当地的资源比较好 容易去前进的一个部分 那讲完了它的人文环境跟投资的这个 大概的工业区的聚落之后 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投资法规 目前印度因为要奖励吸引外资投资 对于这个外商来印度投资的这个路径呢 是越来越开放 目前它有分为自动路径 也就是是直接就允许投资 或者是需要事先核准 或者是直接不允许的产业 以我们观察绝大部分的这个台商去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可以走直接投资的这个自动路径 那自动路径表示说呢 绝大部分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投影片里面呢 也显现大部分都是可以100%投资 包含制造业 包含电子商务 像还有生计产业也可以 那另外可能需要事先核准的 我们比较有碰到的是 如果我们有品牌 想要在当地直接进行零售产业的话 因为毕竟零售呢 也牵涉到当地它自己内部的一些品牌 可能有一些保护的措施 所以这个是需要事先核准 然后在控股的上面也有一个限制 那当然还有像是比方说博弈赌博 或者是有一些高规格管理的一些公司 这个产业呢 或者是像这个雪茄啦 香烟这种产业 目前呢都是还是略微不允许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前进印度的时候 以什么形态进去呢 又是另外一个非常被常问到的问题 我们分成两大类来看好了 首先一个叫做非法人形式 一个叫法人形式 简单的来讲就是 事先用人出去探勘市场打天下 还是我直接用公司的形式 用什么样形态的公司呢 去打天下 以非法人形式而言呢 这边有专案办事处 联络办事处分公司 以法人形式而言呢 有合资企业 有限责任合伙跟全资公司 我们直接先讲破题 最常见的方式 就是用全资指公司的方式来做投资 它有什么差别 我们先讲非法人形式好了 非法人形式 以联络办事处或专案办事处的部分呢 它其实的目的都不是要让各位 直接可以进行商业活动 它其实是希望外资进到印度之前 你总是要先派个人了解一个市场 你可能要开始先联系一些 我们当例讲network的部分 你可能要探听一些资讯 你可能有一些非官方的拜访 或官方的拜访 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的动作呢 其实是不需要成立一个 这个所谓的法人个体才能可以去做的 你这个这样子的活动呢 其实就是限缩在就是一个 望文生意联络办事处 或是你有个什么样特殊的专案要执行的时候 设立一个专案办事处 可首先一个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呢 像这样子的办事处都是不可以从事所谓的营业活动 也就是说您不可以偷偷的用办事处来去做一些买卖的活动 销售货物的活动 那很多的朋友也会问我们说 那这样子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活动 首先先讲其实印度的政府加加减减 可以透过您的员工的比方说入出境的天数啊 平凡程度啊 甚至是他们当地在访问一些印度厂商的时候 他可以说我到底是跟现在台商的谁谁谁在联系的时候 来稍微探听一下直到说您这间公司虽然号称在办事处 但是不是已经逾越了这个所谓的营业行为 那如果有的话呢 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需求 最简单的就是他希望你能够还是合规遵循到设立公司 到你可能会有一些税务上面的一些规范 那先讲回到这个税上面来讲好了 联络办事处专案办事处跟分公司呢 他其实就是外商公司在印度延伸的一只手 所以他适用的税率 其实您会看到他叫做适用外国人的企业税率 都是偏高的 所以这也是在我们在建议客户的时候呢 要小心谨慎注意到的地方 不要被这个产生了一个额外的税负影响 那公司的部分呢 包含这个可能跟当地公司的JV的合资企业 或者是我们台商直接进入去投资的分支的全资子公司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叫做有限责任合伙 我们现在讲好了 公司的形式呢 最常看到的一种投资的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由外国公司就直接FDI就直接进去 那如果说是我们刚刚自动核准的路径的话呢 更是您不用去事先核准您的这个活动是什么 就直接进去 那他适用的税率的部分呢 我们先来讲 一般企业大概是30%到22% 但是各位要注意 我们在讲税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通常他们都还有当地的附加税 还有健康捐的部分 但是如果您是制造型企业的话 您的税率是15% 有限责任合伙的话呢 虽然它是具有灵活性的一个企业 但是另外一个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 它适用的本土的这个企业的税率呢 是30% 所以这两项比较起来 以我们台商目前前进到印度 大部分是可能是制造 或是将来有可能直到加工活动的公司而言 很多都会先选择以公司来去做一个投资设立 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来讲到的公司设立的流程好了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请问一下我们公司设立的流程 在印度我们需要多久的时间 一般而言 我们可能您在网路上 或是您自己去询问这个印度的 这个官方的联系窗口 可能都跟你讲说 我们很快 我们可能这个三到四周 或是两个月之内可以办下来 但实际设立的时候 为什么有经验的朋友会觉得这么的痛苦呢 大部分都需要六到八周 甚至还要更长时间以上 首先第一个 印度在公司设立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行政措施跟公认证的动作要安排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做一个产业投资的查询 先确认我们这个产业是没有任何的投资限制 然后第二个就开始有一些前置的作业了 有很多的电子签名的许可证 包含这部分可能都要请到您公司的 董事负责人去做一个电子签名的许可 那再加上最花时间的可能就是在准备设立公司文件这边的 公认证的动作 我们有非常多的公认证的细节 是需要在第三步准备公司文件的时候 可能会不幸的遭遇到一些往返的动作 那这些文件都送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等待 印度这边给我们的审理 包含我们可以这个文件是不是齐备 然后这个公司的名称是不是没有重复 然后包含你所需要的董事这些的是不是都已经有了 那这些东西都准备完毕之后呢 我们还要另外去取得直接税跟间接税这边呢 一个税号登记的一个过程 所以整个全部加起来才会让我们的这个台上朋友们 通常会有一种感受就是 我也太多关节需要去打通了吧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在公司设立的流程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如果公司是要自己办的话呢 可能是要去要有耐心去面对到 可能您的对口是不同的这个行政体系 然后呢你要有很多的文件呢 是需要去背头之后呢 能够才能够去做一个公司设立的动作 好那企业所的税 我今天这边再把它稍微再汇整一下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公司设立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先讲下半段的外国公司 就是我刚刚讲的办事处分公司 因为它是视为外国公司在印度当地的延伸的一只手 所以它的税率是40% 那如果印度当地的公司的话呢 它其实目前的一般的税率是30% 然后还需要加上一些附加税及健康捐 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印度企业所的税后 我们再来recap一下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设立当地的全资公司 合资公司或是LLP呢 它适用的税率in general是30% 如果我们是办事处或者是分公司 我们适用的税率是40% 但是大家都要记住 在印度你永远都要考虑 有没有附加税及健康捐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印度国内的税法呢 就像我们台湾一样呢 在支付鼓励利息权利金的时候呢 都有这个所谓的扣缴税款的问题 我们如果支付的对象就是收款方呢 它是跟印度没有注税协定的话呢 印度国内的扣缴税率 您可以看到是20% 鼓励利息权利金全部都是20% 听起来好像跟台湾是差不多 但是就像我提醒大家的 一定要再注意它所适用的 根据不同的金额 有适用不同的附加税跟教育捐 这个教育捐的部分呢 其实是这个像鼓励而言 它加上去之后呢 甚至几乎都快要高达22% 但是还好我们台印注税协定这边呢 其实是有这个注税协定的 这个企业可适用的优惠的税率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讨论直接税的部分 也就是所得税的部分 有哪一些可以适用 首先第一个 从2019年10月1号以后到 如果说公司是在2024年3月31号之前 可以开始所谓的制造的活动的话呢 制造型公司可以享受 优惠的税率是15% 所以这要把握一个现在现有的一个window opportunity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鼓励企业能够继续招聘新的员工 这边有一个新的条文就是 雇主在连续三个年度以内啊 如果说您的员工有在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他可以给予这个所谓的额外的这个雇员成本 也就是薪资的额外的扣除额 这是我们讲super deduction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如果您是制造的公司 有购置或新安装机器设备 一样的在正常的折旧之外呢 能够额外享受20%的税上额外的支出 另外印度永远都是鼓励这个研发支出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有科技研发的资金支出呢 在发生的年度呢 就可以百分之百的税上的扣除 那IGST经济到许可之后呢 也可以采取免税的动作 好 那间接税的部分呢 这个还有一些优惠措施 可能是跟我们制造型的公司 可能比较熟悉的 首先第一个就来讲到的是一个保税制造计划 我们台上朋友很多时候都到海外设厂的时候呢 可能常常利用加工出口区 保税的园区 经济的特区来享受一个保税的动作 其实您可能在我接下来介绍里面听到印度有各式各样的像这样子在建缺税部分的一些特殊的机制 您不用觉得很慌张说怎么这么多种不同的机制 其实它跟您在台湾或是在大陆或其他地方所接触到的这个program可能很像 但细节适用的法令请您再多一个注意 首先在保税制造计划里面呢 它其实目标就是为了让印度可以更加顺利的转换成制造基地 尤其是世界的生产中心 所以它允许进口商如果你符合这样子的资格的话呢 你在进口原物料或是资本货物的时候呢 原本应该要缴的进口税呢 可以是递延到直接你清关为止 甚至是如果你最终的制成品是要出口的话 你甚至可以直接是免征那些递延的关税 可是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加工出口需或保税厂 可能都有经历过 但是呢我必须提醒各位 绝大部分开始试用这样子的措施的厂商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您要把您的这个关税账呢 整理得非常清楚 这个我想这个是在不论在世界各地的落脚 在哪一个部分要试用这样子的间接税的优惠都需要注意的 那印度财政部在2023年2月1号实施一个金融的法案 这边内容有在倡议就是说呢 这个地延的关税的部分呢 将被限制在除了IGST跟补偿附加税以外的关税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口的时候呢 除了关税之外 还要缴IGST 还要缴这个补偿附加税 那真正给予减免的部分呢 是只有关税的部分 同理可证 其他的一些间接税的相关的租税优惠的措施 比方说印度也有设立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仓储专区 一样是采取保税的境内关外的概念 去给予进口关税以及IGST呢 一个递延的动作 大家在cash flow上面的规划上面来讲 就不用担心进口的时候呢 要先缴笔关税跟IGST 您可以先稍微自由地应用一下您的资金流 那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先行许可的机制呢 就是说呢 如果说进口的投入品 实际上是要被用于即将出口的产品 也可以先允许您的免税进口 但是这个必须要有一些条件 包含您将来一定是要出口 以及要有货物有一个达到一个增值的一个条件 不能够直接进口之后 随便上盖加下盖就直接送出去 这些是有一个许可的机制 那另外还有一个各州的政府的奖励措施 那为什么要提到各州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中央联邦的层级 这个是不论您落脚在哪里 只要您的这个 就所得税的部分您是符合资格 就地方税的部分您是可以适用 不论是保税厂或是您的自贸港的 自由贸易特区的这个部分 但是各州的话呢 就要去看您所在投资的那个州政府 有没有额外提供补助 这个补助有可能是什么 包含投资补助或是人才培训 印花税减免或是其他的一些补贴的动作 这个部分的话呢 必须说越是已经开发的州呢 他们所给予的这样子的补助是越少的 越是还需要大家一起去努力开发的州呢 越有这个动因呢 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机制 好 那就外汇管制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 印度没有所谓 严格意义上面的外汇管制 但是它的确是受到了这个印度储备银行 RBI的一些法规的一些规范 那比方说这个金额非常重大的时候 您仍然需要经过一个核准的一个动作 那外国投资者在这个印度直接投资的时候呢 所投资的本金跟利润呢 在完税之后要备妥相关文件的审核 您就可以汇出 并不是一定会被卡关 是人为行为上面的卡关 所以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操作面上面你只要遵法 就是让你资金还是非常流畅的可以进出 最后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是结束之前要先介绍的就是我们劳动法规 其实印度政府过去曾经有推出过 十五十步的劳动法规 此外在各个地方政府 还有地方政府的劳动法规 可想而知这对这个所谓的企业组 造成的营运上面的干扰 遵法上面的困难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在穆迪上任之后的 其中推动了另外一项的改革 就是希望能够推动劳动法的改革 包含这个2019年通过了四部法案 工资法 社会保障法 劳资关系法 职业安全健康与工作条件法 这四部法案的目标是为了整合跟取代 原本我们刚刚讲的数百部的地方性法规 然后它对于劳工的定义 薪资的定义希望能够达成一致性的规范 也促进劳资双方都能合理合法的去遵守 像这样的法规的一个规定 也是保障我们的雇主跟劳工的权益 这样子的新版的劳动法令实施之后 就像我们所有的法令在去做这样子的实施跟公告 都会有一些阵痛期 可能还有一些要观察说当地落地之后 他们的比方说处罚的情况 然后大家遵循的情况 但是我们必须说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印度是一个多元的种族 它有潜在的种姓制度 它有多元的宗教 它有多元的语言 起码财商朋友们 您在遵循劳动法的第一步达到的话 您可以先保障我们身为资方的一个权益 也是给予您的可能终端的客户 去让他们可以放心的说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地遵守当地的劳动法令的 在运营之前主要考虑的税务的影响的话 我们可以说就是刚会成的几个点 从最右下角的公司所得税率 我们有没有任何的机会 可以做上一些税务的减免的动作 就像我们刚刚举例的制造型公司 2024年3月31号之前 如果您开始制造 您的税率可能从30%调降到15% 那GST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间接税 我们碰到的日常其他已经前进 这个印度的台商给我们的反馈是 您要有一个很强悍的印度的系统 因为跟在台湾 我们的营业税率只有5%不一样 它是根据不同的商品与服务 有不同的税率 您如果没有一个很完善的 很清楚的概念知道说 哪一种产品是多少这个GST的话 你可能会导致到后来是一片混乱 然后另外在左上角 我们讲到了间接税的另外一个部分 跟Cash Flow有关的 就是当您进口原物料机出口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关税上面 可以做一个节省的动作 如果有的话 要用怎么样的 是不是您的遵循的成本 我们刚刚讲的海关帐 所要花费的时间跟成本 有没有超过您的关税的节省 如果没有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去应用 然后在最右上角的 其实就是利润配置的合理化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印度其实坦白说 它并不是一个税率 特别优惠的一个国家 它有各式各样的税费 然后它的营运成本也不算低 那我们要再怎么样配置合理的 这个利润呢 留在当地的这个营运据点 然后让税局将来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进来查核的时候呢 可以觉得这是比较安心 我们并没有再刻意地拉低 这个印度的这个营利的状况呢 其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印度 怎么前进印度好了 首先第一个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我们常常碰到厂商来问我们的时候 就会先问我说 会计师我应该要在哪里落脚 我都会先暂停一下 然后会先问他几个基本的问题 我首先会先问他说 您想要预计的这个营业的活动是什么 有没有任何的限制 您有先去了解法规吗 那您的上下游厂商在哪里 你最终是要进到内地市场 还是外销市场 那些综合考量之后呢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呢 帮您整理出几个因素 要请您去做一个判断 首先第一个 您的产业进去 有没有任何法令上面的限制 那这个法令的限制呢 包含是投资法令 或者劳动法令 或者其他的一些法令的限制 您的进去的时候呢 您是先探路式的 可能以办事处的模式 或者只是派员去看一下市场 还是我们已经决定 要以公司形态 不论是经销公司 或制造公司 进去做营运 然后您如果决定要设公司的话呢 您决定的选择的地点 是要接近海港 空港 您的供应链的上游 您的供应链的下游 这些都可能跟您的选址相关 第四个就是规划设立的流程 包含我们刚刚讲的 所有公司设立所需要具备的文件 除此之外呢 有优惠就去申请 因为这些优惠 大家都要记住 都是有个时间性的 应该不是永远的都open 在那边吸引外资之用 然后第六个呢 我想这也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人力资源的安排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人去进到印度做一个营运 是以我们的这个集团的现有的干部 还是要招聘当地的员工 那如何在一个不是太了解他们文化的情况之下 融合到当地的这个营运呢 是我觉得我们目前台商在拼业绩的另外一方面呢 碰到最大的挑战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财税遵循义务 我要强调的是除了财跟税之外 所有的遵循义务在印度呢 您都必须要放在心上 因为毕竟您可能在当地营运的时候 可能要面对到不同的这个个体来去 不论是做检查查核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规范 我们都建议在外国这个营运的时候呢 如果可行的话呢 还是要尽量地达到一个遵循的义务 以上是布局印度 希望今天的这样子简短的简介 能够给您一些宏观的一个介绍 那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关注海外布局关键这一系列影片 若需要更多投资布局的资讯 或进一步面对面交流 欢迎扫描QR Code 将有专人为您安排咨询服务 我们期待与您一同立足台湾 放言亚洲 欢迎订阅KBNG Taiwan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掌握最新消息